同学你好 你在和不管是家养的还是野生的动物接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想过动物可能会传播疾病 有一些病原体感染动物后不发病 但动物是病原体的携带者 有一些病原体既可以引起人类的疾病 也可以引起动物的疾病 这里我们先介绍几个与此相关的概念 动物原性传染病是指以动物作为传染源的疾病 在相应动物存在的地区流行 这个地区具有动物传染源 传播媒介以及病原体在动物间传播的自然条件 当人类进入这个地区的时候 可能被感染得病 这种地区称为自然遗原地 这些在自然遗原地流行的疾病 被称为自然遗原性疾病 根据流行病学特点 动物原性传染病可以分为人兽共患疾病和虫媒传播的疾病 人兽共患疾病 是指人和脊椎动物由共同的病原体引起 又在流行病学上有关联的疾病 同一种病原体在人类和脊椎动物引起的疾病表现有可能不同 人兽共患疾病包括 布鲁菌病 由布鲁菌引起 羊是主要传染源 牧民或兽医容易被感染 狂犬病 由狂犬病病毒所致 人兽共患 多见于犬、狼、猫等肉食动物 人多因被病受咬伤而感染 蜂牛病由软力引起 是牛的传染性海绵状脑病 软力在人类引起酷炉病和科亚士病 钩端螺旋体病 钩端螺旋体病是由钩端螺旋体所引起的急性全身性传染性疾病 鼠类和猪是两大主要传染源 鼠疑有鼠疑Yersen菌 感染引起是剧烈的传染病 也叫黑死病 虫媒传播疾病 是主要通过吸血的节肢动物 叮咬易感的脊椎动物而传播的疾病 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的病毒 叫做虫媒病毒 蚊 皮 白鳞等节肢动物 既是传播媒介又是储存宿主 所致疾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区性的特点 这张表列出了重要的虫媒病毒 传播媒介所致疾病及主要分布地区 我们课程主要介绍虫媒病毒 是乙型脑炎病毒 它在东亚地区危害较大 国际上也叫日本脑炎病毒 虫媒病毒流行环节包括两类 一类是由人通过节肢动物传播给人 如登革热 城市黄热病 储存宿主为人或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作为传播媒介 另一类由其他动物通过节肢动物传播给人 如乙型脑炎 丛林黄热病 储存宿主为动物 病毒在自然界中 以涉及节肢动物媒介和动物的流行环节存在 人类进入疫区偶发感染 黄热病可以通过上述两种流行环节传播 危害比较严重 如图所示为西尼罗病毒 在自然界中的流行环节 人或者是家畜进入流行环节 可以引起感染 虫眉病毒所导致疾病 临床表现多样 可分为五类 脑炎或脑脊髓炎 病原体有乙型脑炎 森林脑炎等 无特殊部位的全身感染 病原体有登革热 肝炎为主的全身感染 病原体主要有黄热病 以出血热为主的全身感染 病原体有登革热 新疆出血热 以关节炎为主的全身感染 病原体有螺丝核热等 虫眉病毒感染的预防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 监测患病人群和动物媒介病毒携带情况 还可以利用杀虫剂消灭动物媒介 消除媒介动物滋生地 利用房屋蚊帐驱虫剂提供个人防护 黄热病 乙型脑炎 俄罗斯疲传脑炎 可以接种疫苗加以预防 这部分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